对自己好 实际上就是对人家不好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要明白你付出后 得到的是无上的荣光 得到的是无上的喜悦 得到的是人生的真谛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不生的喜悦 不生就是真谛 慈悲就是真谛 而不知道不失和慈悲的人 永远得不到法喜 如从不赞扬别人的人 别人也不会赞扬他 他就得不到开心的机会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灵法门殊胜灵验 佛菩萨慈悲 让我躲开牢狱之灾 因遭遇家门不幸 又逢犯太岁 我很多事情都很糟心 都不顺利 去坐飞机 居然能把护照丢了 但却能及时找回 真是菩萨保佑 帮抢救病人助念 病人居然又活过来 真的感谢大慈大悲的佛菩萨 我无论如何 每天必须听台长开示和录音 看白化佛法从未间断过 都是我每天的必修课 功课前先学习白化佛法 发愿每个月念化解犯太岁的小房子 2024年6月初 我遭遇被骗钱和陷害 自己被骗钱还被别人利用 因为我不想打官司 钱没了还能再赚 结果被别人反告 让我不得安宁 遭遇了很多委屈 我都没有求菩萨说这些委屈 但佛菩萨却很慈悲 一直保佑我 我知道我安然无恙 我们一定要精进修行 一事修成 保佛恩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困扰我十多年的鼻炎 基本治愈 工作没被裁员 反而更轻松 大家好 我2016年通过 YL师兄就接触到佛法 因自己的愚昧未能持续 直到2023年3月份才开始 捧起书好好念经 念小房子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经历了十几年的鼻炎好转 孩子开始念经 2010年我就有鼻炎 一直持续到现在 每年难受一个多月 从清明前开始 到五一假期后结束 犯病期间 头脑不清醒 鼻涕喷涕止不住 晚上睡觉 也得用纸堵着鼻子 上班还老出错 这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恨不得把天灵盖掀开透透气 天天得靠药维持 试过多种法子 都未收到彻底根除的效果 2023年3年3月至今 2023年3月至今 已经学习一年零两个月了 我每天做功课 读白话佛法 念小房子 功课里大悲咒 祈求菩萨 医治我的鼻炎 早日康复 念经一个月左右 2023年的鼻炎犯病后 只吃了十几天的药 就度过了一个多月的难受期 困扰十几年的鼻炎 就这么明显地好转了 心里的欢喜难以言表 在年底前 给自己的药精者 多少张小房子 今年的鼻炎症状 比去年又有很大的改善 非常感恩菩萨保佑 还有企业倒闭 职工下岗 我们单位也裁得只剩四人了 很幸运的是 我没有被裁员 反而现在工作轻松 每天的功课和小房子 我都在单位念诵完毕 其实 我何德何能有那么幸运 都是观世音菩萨 加持保佑的结果 我深深地知道 病症的减轻 工作顺心 孩子的变化 这些全都得益于 咱们师父传授的五大法宝呀 这也更加坚定了 我好好学佛 修心的信心 我一定好好修行 以门精进 尊师重道 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努力提升自己 认真学习白化佛法和师父开示 更好的弘法立生 救度众生 积极参与到弘法当中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感谢观世音菩萨慧 祭念农历9月19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师父开示极景 2.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庄严妙相 与32应生 2.观世音菩萨 杨柳枝撒干露的意义 选自2016年1月8日悬疑问答 很简单 观世音菩萨杨柳枝 这个撒干露 实际上观世音菩萨 这个杨柳枝出来的 他所撒给人间的 不是撒给我们一点点的 他是让整个人间 凡是苦难终生 都能够得到他的慈悲的光芒 就像我们现在知道观世音菩萨一样 家喻户晓 对不对 对对对 想一想观世音菩萨当年怎么救人的 你们实际上这些典故书上都可以 电脑上都可以查到的 最主要问题就是告诉你们 净瓶水是取之不净用之不懈的 杨柳枝是观世音菩萨的法器 法器 所以你看好了 不管什么宗教 他都有这个仪式 你看我们佛教也有 对不对 拿个水 拿点杨柳枝 怎么也有这个仪式 撒一撒 你看看西方给孩子 这个叫洗礼 对不对 他们也是拿个水 往人家撒一撒 你看我们中国那个那个在少数民族那个地方还有泼水节 实际上意思就是给你带来幸福 他把水泼在你身上弄得你湿透了 你也不能讲话 实际上这是人间做的 这观世音菩萨就是点到为止 让你感受到菩萨的慈悲的光芒 让你受到菩萨的这个佛光 菩照 实际上你已经改变了 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 他只要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杨柳枝 给他撒在头上了 实际上他已经得到加持了 所以他就觉得有希望了 他不会死了 明白吗 故事很多 观世音菩萨关于杨柳枝救度众生的梦太多了 有好很多人要死掉了 已经绑在刑场上了 观世音菩萨到了 杨柳枝一傻 好这个判官重新判 都有的 这个很厉害 还有很多人被冤枉 在压解在路上 就会有人来救他 过去都有 观世音菩萨都会救 还有很多人 马上在这个刀兵相见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在天上一傻杨柳枝 他那个刀就断掉了 你看看 这种事情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化佛法 平等之后才能莫富 否则就是忘传 什么叫忘传 今天你不相信佛菩萨 我跟你讲啊讲啊 讲到最后你还是不相信 我是白传了 这叫忘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好 好 inver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